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杜鹃花 因为这个杜鹃花是开花非常漂亮的 所以说养护的人也非常多 但是想要把它养的好开花多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尤其是给这个杜鹃花施肥 那么我们平时给它施肥就必不可少的 但是还有一点 我们给它换盘的时候 一定要给足底肥 如果底肥不足的话 我们就会增加平时的施肥量 而且把控不好 就会容易引起这个杜鹃花烂根的问题 所以说给这个杜鹃花用底肥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么我们在给它换盘的时候 最好给它用一些羊粪 这个羊粪它的肥力非常的充足 而且这个羊粪不会容易引起这个土壤板结 如果这个土壤板结的话 杜鹃花是生长的非常差的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羊粪来做底肥 首先我们在杜鹃花换盘的时候 在盆土的底下加上一层羊粪 再把这个杜鹃花种上去 这样的话这个杜鹃花的根系 不会直接接触到这个羊粪 不会引起对这个根系造成伤害 它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 这个根系慢慢的吸收到羊粪的一些营养 它就会生长得非常的好 我们只需要平时浇点水 就可以让杜鹃花生长得非常好了 还可以减少施肥 就会变成伤害 谢谢大家